来成都怎么能不挑战这些爆辣美食呢 我的老天奶嘴麻辣美食种类真的好多啊 要一个香辣蹄花 然后我要整只的不开可以吗 可以 四十块一只 这个是香辣蹄花 一口下去满满的椒盐蛋白猪皮吃起来可怕可怕了 一口唾骨 旁边店铺有个五分钟缩门挑战 还能有分明 咱们要不要去挑战一下 卷饼还是你编织用的方理肥饼 我们去试试吧 还真是螺丝粉鞭五分钟缩粉挑战 感觉有点势在必得呀 你好我要一个缩粉不掉粉的套餐 购买这个是不是可以参与缩粉挑战 五分钟挑战成功就能获得一个方理3.5克的铁粉肥饼呀 是你要一个什么辣度 那我前前挑战一个中辣吧 好的 中辣看着眼红彤彤的呀 其实我也买了这个方理肥饼 早上的妆就是用它定的 一上午下来还可以 等一下看看它吃完饭后的一个状态 就当测试了 螺丝粉也做好了开吃 咱就是说三下午除二直接进度 感觉中辣也还是蛮辣的 你看我现在的汗 再看我现在的脸 方理粉面真的是有两把刷子在身上的 真的缩粉不掉粉 就是说挑战成功 吃完了还没有到一分钟 赶 吃完了 来吧 老板给我拿奖品 来吧 好 谢谢 还是方理的新款粉色粉点 你还别说新款的颜值感觉更好看 要一份冒烤鸭 它不要个两人菜呢 它就几个小分吧 小分的话就要半吃烤鸭 然后也行 行 那就要半吃 吃得了辣 微辣的吃 微辣吧 天层肚 然后加个泡面 再加个鸭肠 然后两碗米饭 谁懂这一大盆的罕金酿呀 泡面吸满了红油汤底 真的超级香 整体鸭肉很嫩 不柴也不腥 外面的一层皮 有点焦焦脆脆的 鸭肠裹满了红油就超级香 他家的烤鸭肉汁都偏瘦的 一点也不肥腻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最大的一个 这个撒的什么呀 山楂红豆 葡萄干 这个怎么办呀 很重的 10元一斤 那我要一个了 3块钱 刚刚吃的太辣了 赶紧买个小甜甜缓缓口味 这个吃起来是那种米香味 我要一碗甜水面和塑胶面 可以一两碗 嗯 甜水面是不是甜口的 三碗多多少钱呀 口感是那种有嚼劲的 里面是有麻酱的 甜辣中还吃起来有点麻麻的 好喜欢这个酥酱面呀 吃起来黏黏糊糊的 这个里面也是带麻酱的 我还加了点醋就很好吃 我还要一个小份儿的肥肠粉 嗯 加两个桀子 好 21 嗯 桀子是出现了的哪个 小盘 小盘 吃个桀子都是爱你的形状 这个粉有点酸辣粉啊 吃起来麻麻辣辣的 应该是红薯粉 吃起来很Q弹 桀子在嘴里一口抱有 它这个有点男友 吃起来有点脆脆的吧 是那种很有弹性的 桀子怎么卖的 一块钱一个 十块钱十几个 那我要十块钱的 再加点灵魂汤汁 这是桀子一块钱一个 今天这个妆持续了十几个小时 真的很牛 这个妆像我直接爱了 成都真的是一个很火啦啦的城市 攻略给你们放最后啦 谢谢大家